科比是如何学会后仰跳投的? 这个答案可能要追溯到1998年 那一年,乔丹已经确定了 自己会被公牛管理层逼迫退役 因为公牛再也无法忍受 皮鹏和主教练杰克逊的肆意妄为 管理层觉得他们不听管教 让他们走人 而乔丹在这一刻也表达出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他们走,我就选择退役 最终,双方达成了并不愉快的决定 等到1998年的赛季结束之后 杰克逊和皮鹏离开公牛 而乔丹选择退役 但毫无疑问,乔丹并不想立刻离开联盟 他对篮球这项运动还有着非常深的眷恋 而在1998年的全明星比赛上 科比估计也知道了乔丹之后的消息 可能他在私底下和乔丹沟通过 希望自己能在全明星比赛中 能正面和乔丹对位 对于这种良性竞争 乔丹是非常喜欢的 即使那一天他自己身患流感 对于这种流水式走过场的比赛 他没必要将自己积攒的能量 在季后赛前释放在这片赛场上 可能是因为之后的退役 也可能他被科比打动了 于是,这场看似 这次没什么特别的全明星比赛 在乔丹使出了十分的权力 逐渐拉开了帷幕 而正是这场比赛 科比将乔丹独步天下的后仰跳投 纳入了自己的技能手册 也是这场比赛 科比才明白过来 乔丹的后仰跳投究竟比其他人强在哪里 最值得谈论的 就是这技翻身后仰跳投 首先是乔丹向右侧的假动作 这里很明显晃走了科比的重心 这也是乔丹翻身后仰的灵魂动作 这里有两个重点 先是乔丹在做假动作时 并不只是上肢去完成 而是用他的胯部带动整个身体 向右侧晃动 只有晃间的话 很难达到骗走防守重心的效果 第二个重点 是够快 蹬地后迅速向左侧翻身 这个速度非常快 我们暂停在这里 当他已经成好重心 准备起跳投篮时 科比依然待在原处 没跟上乔丹的步伐速度 也是这个位置 科比的右腿的横向距离 已经被乔丹拉开了 乔丹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的后仰跳投 不只是朝后面方向移动 你们看 乔丹在空中 有非常明显向底线方向横移的趋势 用假动作把科比 动住在这个位置 再通过后仰跳投的方式 继续拉大 他们之间的距离 最后 乔丹在空中投篮时 稍微顿了一回 这是乔丹投篮的习惯 他在后仰跳投出手时 会在空中多秒一回 而这也侧面说明 科比这季风盖 只是遮到了乔丹面部 并没有对他投篮产生什么影响 很快 乔丹继续用这一招 再次考验科比的防守 被打后 向左侧横拉的假动作 向底线起跳的后仰跳投 这里出手速度 要比之前快一些 如果没有向底线方向横移 这季投篮 很有可能会被科比干扰到 但就当科比以为 他摸清了乔丹的投篮思路时 在下一次的被打中 乔丹迅速翻身 做出投篮假动作 骗到了科比的起跳 利用这里的时间差 成功将球打进 而这里 乔丹用这次假动作告诉科比 不要痴迷于后仰跳投这个得分手段 进攻时要足够的灵活 而正是因为 这次和乔丹的对位 科比才真正发现了后仰跳投的秘密 乔丹也是通过自己的行动 连续回合同样的进攻手段来 告诉科比 后仰跳投技术的好处 于是这项技术开始充斥着科比整个职业生涯 我们一般提到后仰跳投 往往讲的都是跳起以后 整个身体在空中向着后方 仰着身体去投篮 这样可以相对于竖直起跳更多的远离防守人的封盖 让自己的出手更从容 而翻身后仰 指的是在持球的时候 背对篮筐和防守人 然后利用脚步的移动和肩步的假动作 让对方无从判断我们之后要转身的方向 而我们本身更是在转身的时候 直接跳起 让对方无法快速做出正确的判断 从而让对方难以封盖 尤其是在加入假投篮之后 把对方晃飞 向前低手上篮 以及转身以后不是正正的后仰 而是斜向后去跳跃的后仰的话 会让人更加的难以防范 而乔丹的翻身后仰跳投 最大的秘密是他收求一瞬间的双脚位置 科比也是如此 注意这里 他的收求动作 双脚同时向两侧移动 然后同时落地 在这一刻 你就没有所谓的固定轴心脚 简单来说 这个瞬间你有很多的进攻选择 你可以左右两个方向 随意选择一个轴心脚 并用翻身的后仰去完成终结 和乔丹那次进攻非常相似 翻身后 投篮假动作 点飞了勒布朗的重心 最后上下步 完成上篮终结 翻身后仰跳投 不仅要注重双脚打开这些技术脚步 在速度上也要掌控好节奏 比如我们刚刚分析了乔丹那技翻身跳投 转身这一下一定要足够快 但在转身之后 不要保持这么快的速度去完成投篮 因为后仰跳投这项技术 打的就是假动作和防守对你的误判 像这里 科比翻身后 他举球的速度和刚刚翻身的速度 完全是两个级别 一般转身后稍微停顿一下 根据防守的反应 科比喜欢在这里做一下假动作 后仰跳投之所以被乔丹称作无解 是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进攻选择 收球后 你的轴心脚没有确立 这两边都可以作为你的进攻方向 而翻身后的假动作 又是一次进攻方向 这么粗略一算 你就有了四种进攻选择 就像这里 被打后收球一瞬间 双脚打开 用胯部带动身体 去调动防守的重心 这里防守被科比动在了他的左侧区域 底线这边的翻身跳投 空间就出来了 和乔丹非常相似 科比在做翻身动作时 也会习惯性掺杂一个反方向的横拉甲动作 这些技术动作犹如血液一般 流淌在科比每一次翻身跳投之中 这也导致每个队位科比的球员 都给出了一致的评价 难防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词 球场上如果有个人 不停用各种动作挑你 每个动作都还能投得进 而且不停地从各个角度挑你 你每次防他 他都有新的招式 使出来 你回头一看篮筐 明明觉得防住了 但球还就是近了 他不一定是投得最准的 得分最高的 其他快下的位球的 挡拆的跑底线的 也许得分更高 但你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家伙 实在太难防了 作为旁观者 我们会更注重数据 但作为与科比对位的当事人 更在意的是技术与体验 皮尔斯曾经比较过他对位的巨星球员 迈迪是小前锋身材里的组织后卫 投篮起跳点高到你该不到 所以你总得琢磨 别让他进入投篮位置 卡特是投篮起跳很快 同时第一步惊人 所以特别需要在意防守的尺寸 勒布朗转又快 而且一个肩膀就能卡到身位 而且左右手全能 不停的身体接触也让你疲倦 你可以尝试让他跳投 但对于科比 他会无休止地反复来搞你 从一切可能的角度 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搞你 科比并不能像维德 螺丝一样 用极快的第一步拉出空挡 中卫背身未必压过皮尔斯 长距离远射的无视防守度 不一定好过卡特和雷阿伦 试探布不一定好过甜瓜和德老 但科比可怕在于 这些玩意他都会 而且随时会有新的招式 出来搞崩你的防守 在当事人观感里 科比就是依靠步伐 反应 手感 协调性和无穷体能 无休止地用各种方式直面防守 投进了许多匪夷所思 不合场里的球 所以关于科比 亲身经历者都会给他难防的评价 而后仰翻身跳投 是让科比难以防守的佼佼者 请按赞 星期费 请下 星期费同时宣布 谢谢大家